她是家中的长女 从小到大打理家里的大小事务 她们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一直备受宠爱 她嫁为人妻之后 两口子努力建立一个家 她是两个小朋友的母亲 既是家中的支柱 又是孩子的耳镑 虽然她们都有各自的身份 但是她们都有一个共通点 她们都是呈教人员 她们都在这个地方工作 挪湖呈教所 挪湖呈教所 竟重建之后 在2010年开始运作 收纳女性成年定罪 和还額的在囚人士 是目前呈教署最大的女性院所 院所分有三个监区 实施了综合管理 即是三个监区独立运作之余 同时共享中央管理的大型设施 当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三个监区更可以互相支援 现职罗湖呈教所的高级呈教主任罗美仪 是当年参与策划重建计划的人员之一 我们无论有多好的规划 多好的科技 人是很重要的 职员发挥他们的知悉精神 罗湖的运作才可以做到稳妥和畅顺 即使有好的硬件 但要在地广人多的监狱 照顾过千名在囚人士的起居生活 还要做到井井悠条 背后有那一帮女性情教人员 每日好像围持一头家似的 无私付出 用心经营 作为两子之母的一级情教助理林淑华 跟她住在不同地区的同事一样 每逢上班都要提早出门 长途不舍 来到这个接近边境的地方 开始忙碌的一天 做女监尤其是做其数 要跟得很足 好像你的儿子一样 事无大小 你都要跟得很足 而且每个人的个性 其实你都要记得 而且要多些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说多些 比起家里的小孩 就跟他们聊得更多 大型的突发事情 或者去处理一个细微的问题 一个所缘出来的情绪上 或者对他的衣食住行上的 我们都要去处理 去管理他们 就像我们管理一头家的管家婆 那样 在全女性的工作环境中 要做好人管人的工作 实际上比管理一头家更加困难和复杂 不过女性人员 无论在处理繁琐的日常工作 亦或管理在囚人士的时候 往往发挥出女性细心的特质 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 处事一丝不苟 同时他们亦发挥贼线固执的特性 对执法的决心 和维持纪律的坚持 可谓根获不让松眉 好似管一头家 如果你什么都不理 乱七八糟的 那就散了 套入单房一样 如果你什么都不理 没有牌头 那些人就会视你底线 你一散一松 建立的所有东西都没有了 人是最难管理的 作为一个职员 如果连少少坚持都没有的话 他们在囚人士 他们违规也好 做所有违法也好 走来求情 职员都会放过他 全部人都会用这个准则去做事 没有办法管理到他们的秩序 一定会很乱 虽然人员在管理在囚人士 纪律方面持之诱度 但女性在囚人士 很多时候会受情绪主导 衍生局务问题 例如濫用投诉 自残行为 以及暴力相关的冲突 你呀 老几家 下一集 我们将会带大家了解一下 一群女性情交人员 如何化解这些天使 在围场里工作 偏远 受限 还要直接面对在囚人士 有什么原因令他们坚持初心 以及在工作生涯里 他们有什么体会和得着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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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